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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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个人的胸衣 总存在着水平线 回备忽然的海洋 悠悠在其中的雨群 散播在防火梯外 旁行面过 描绘着避海的情节 的坦白 鸳鸣悠泽的叹息 甲带反昆滚的浪花 鱼盒唱着水面的祖祭 aquí iform 主唱 李宗盛 好了 crispy 山大都是 尋著高亢悠揚的八部和音 我們穿越七家灣溪 踏過日本博物學者走過的足跡 盤登臺灣第二高峰雪山 因為地球氣候有了極大的變遷 所以今年的雪山看不到積雪 在高山民主的信仰中雪山是一座聖山 他孕育的活水養活了千百年來 四居在此地的泰雅族人 但是高山子民向高山求取資源 卻對他所知有限 一百多年前 加拿大籍的馬街博士試圖攀越雪山 最後無功而返 日本人佔領臺灣十四年後 科學人員為了建立臺灣的山岳資料 競相攀登高峰 在先驅者的探勘下 雪山的神秘面紗被輕輕掀起 但對這座山岳 人們依舊所知有限 雪山是美麗的 但在科學家的眼中 他深邃的內在隱藏著一個大自然的謎團 這個謎團是地球的生命之謎 而解開謎團的關鍵 正躲藏於雪山的蟲蟲山月間 楊建夫是臺灣大學地理研究所的博士候選人 也是臺灣第一位長期投入冰河研究的學者 去年八月 他和北京大學的崔子九教授 在雪山圈谷找到冰河插痕 為學術界爭議了六十年之久的冰河論 找到決定性的直接證據 這次繼日本博物學者陸野忠雄 在1934年發表雪山冰河地形的研究後 首度由學術單位提出的具體調查成果 現在站的位置就是1932年 六十多年前陸野忠雄所站的位置 來看背後的雪山冰河地形 他當時站在這邊 引發他判視臺灣高山有沒有冰河地形 他觀察了很久 終於認為臺灣有冰河地形 很可惜他那時候看到的證據不夠多 所以我們這一路看過來了 看到了有冰河 有插痕 有這種圓弧形的U型骨 還有他喜帽上非常圓弧狀的這種圈骨 這些都是當時陸野忠雄所沒有發現的 我們前方這個圓弧形的骨地 是全臺灣八十個圈骨裡面面積最大 形狀最完善的一個圈骨 那它是雪山一號圈骨 那這個圈骨它的面積有多大呢 大概它的長軸有1200公尺 寬有將近800公尺 那這樣的規模在全世界的冰斗裡面 算是中型冰斗 在全臺灣裡面算是最大的一個 那為什麼說它形狀最完善呢 那我們看這前方這個圈骨 非常的圓弧形 圓弧形 那在全臺灣這個各個圈骨裡面 它的圓弧形呢 這種圓弧的程度是非常的完善的 那這個圈骨裡面 還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冰河的證據 那從它的主峰頂 我們正前方那個圓緩的 是它的主峰頂 那右邊有個懸崖 那個是北楞角 那這個主峰頂下來 這左邊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些小凸起的小丘 那一直下來到我們站的地方 那從最上面是1號的冰坎 然後這邊是2號3號4號 那這些小小的凸起呢 那麼你到現場去看呢 你發現都是岩石的小丘 這種岩石小丘呢 基本上就是一種冰所挖石出來的一種冰坎 這種冰坎就是冰河的直接證據了 那如果這種小丘是一種堆積的碎石 那這種碎石就不好解釋了 那這種小丘呢 我們現場看都是岩石的 所以我們可以斷定 它是一種冰坎 那是可以指示冰河的直接證據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看到這些坎下面 還有一些長條的這種 不是起伏很大的那些體 雖然我們現場過去 並沒有到這裡做挖掘採樣的工作 不過依現場的判斷 這些體可能都是一些冰器物所組合成的 因為這裡不是很容易到達 還有氣候上的這種限制 所以目前我們還沒有能力去挖 這樣子體裡面的一些物質來分析 到底是不是冰河的物質 不過依現場這種地形原判 大概八九不離十了 冰河是一種巨大流動的固體 在高寒地區或是基地 雪結晶往往聚集成巨大的冰川冰 而聚冰本身的重力 則會造成冰河的流動 由於流動過程中 地表會產生侵蝕、搬運或是堆積作用 因此經過冰河作用的地形 會出現許多地貌特徵 圈谷就是其中之一 發現圈谷可以證明這個地方 曾經被冰河所覆蓋 楊建夫多年來 一直和大陸學者合作 勘察雪山冰河地形 目前已知 全台灣地區一共有八十個圈谷地形 而雪山沙脈是圈谷數量最多 分布也最集中的地帶 根據日本學者的探看資料 雪山地區共有三十五個圈谷 一號和二號圈谷 是結構最完整的兩個 這個地質上的發現 相當程度證明了 冰河曾經造訪台灣島 我們現在站的地方 是雪山的二號冰坎 這冰坎它基本上是一大塊岩體 那這個我們露出來的 就跟岩體是一致的 不是碎屑的 像地下這塊是碎的 那這塊呢 整個塊都是一體的 那一體的呢 我們稱為基岩 這種基岩呢 那因為有個高度啦 所以一個是基岩丘 那跟這種特性我們判斷 它就是一個冰坎 然後在邊號上 它是二號冰坎 那雪山這個一號圈谷裡面呢 總共可以發現四個冰坎 我們的上方 在我背後 那個有個陰影的 那是一號冰坎 也是個基岩 那我們所在地 露出來的二號冰坎 在前面有個小丘的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很多 圓柏林的那是三號冰坎 四號冰坎被擋住了 那這些冰坎呢 都是冰河當時所挖出來的 岩石小丘 然後這種岩石小丘 可以作為冰河地形 一個直接的證據 我看從哪裡看 我可能從醫院的地方開始抓 好 稍微再給我等 好 我怕不夠長 應該夠長 應該夠長 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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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有個EM 有個紅色是EM 好 老師 你前面不是人的刻度嗎 一公尺的地方 抓到一公尺的地方 好 老師你現在做的是什麼樣的 我現在做的是這個冰坎的長軸 它的長度 然後待會我們會量它的寬度 那以冰坎的大小來講 現在目前醫藥圈谷裡頭這個冰坎的大小 這個冰坎算是規模比較大的一個 所以我們判斷說這個冰坎規模這麼大 相當 它當時冰河停留在這裡的時間蠻長的 那冰雪在這裡挖水量也蠻大的 那至於是什麼時間到哪個冰期 因為我們沒有挖成幾乎做定年分析 所以我們現在不太確定 再後退一個五步看看 再後退一點 再後退一點 好 OK OK 圈谷的名稱來自日文 在其他國家這種地形叫做冰斗 由於台灣關於冰斗的文獻 大多來自日據時代的資料 所以台灣的學術界一直以圈谷 作為冰斗的代稱 簡單的說 冰斗是指位於三月冰河源頭 經過冰洞作用與冰河運動形塑出來 具有極斗後壁的圓形或漏斗狀挖地 1926到1933年間 陸野中雄八度進出雪山 累積了豐富的圈谷研究數據 他對雪山的探索 深刻影響了台灣地質地理學的發展 東大大大的活動 天使的名稱 既然有三年長大大的活動 這個是大 大大大的活動 它已經轉動了 大大大的活動 我們也壓迫了 有些大的活動 會被拿到 大大的活動 在這裏的活動 還有可以摸起來 鼓勵最上面有一個冰坎 那這冰坎是過去冰河期 大概是最盛的時候 冰雪冰河的最前面 那這最前面它下面會有很陡的坡 這很陡的坡 那麼如果有流水的話會形成一個瀑布 那現在我們所看到這個旋鼓 它是大概由十個瀑布所組成的瀑布群 那現在我們看到就是上面有很多的雪季在上面 那因為現在是雪季比較乾季 所以看不到那種壯觀的漂亮的瀑布群 只看到雪跟它下面瀑布群底下所形成的一個潭 那潭上面夾在冰 它也是證明冰河的一種直接證據 因為它是跟冰坎 然後冰坎後面一個挖持出來的冰盆或者是冰洞 它是一連串所發育的一種冰河地形 是一連串連在一起的 目前為止發現有六個冰坎在上面 這個旋鼓到底的話 到底的話會跟從雪山北風下來一條溪匯合起來 變成三六九山莊它水源的所在地 那麼這個玄谷呢 那基本上就是西加灣西的最上游的一條河流 那這個玄谷最往上就是雪山一號冰斗西了 玄谷和冰斗 都是冰河級的地貌象徵 但是由於證據實在太少 冰河究竟是否造訪過台灣 在學術界始終沒有定論 那台灣啊這種高山冰河的一個爭議啊 那很簡單就是在擦痕上 因為地貌界的前輩們 他們認為冰河一定有下擦痕 擦痕才能證明有沒有冰河的作用 所以那麼台灣的學者反對過去日據學者說台灣有高山冰河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台灣呢 那麼沒有這種擦痕啊 那日據時代這些學者所發現的擦痕是假擦痕 所以發現整個問題圍繞在擦痕上面 我們現在嘗試的往這個山步道的那一側 有土壤覆蓋的地方 我們嘗試往裡面挖看看 被土壤覆蓋的這個顏面上 會不會留有露出來的一樣的擦痕 可能這個不太好挖啊 我把比方上去這邊是有 這邊裡面還是一樣有沒有剛剛的痕跡 剛剛挖出來的地方還是有 類似前面這邊的痕跡 文獻上過去日本學者是說 在那個我們上方圈骨裡面的一個岩壁上有擦痕 所以我們努力去找那個地方都沒有看到 所以因為沒有記載 所以我們就忽略了這個地方 所以有一次我們去年跟那個北大地理所所長崔之久教授的時候 他是冰河學的權威嘛 他也跟他上山的時候 他也是沿路上很刻意地去找 那他上山的時候因為是晴天 晴天所以這個山蕾很乾 所以走過去他也沒發現 那我們後來去上面調查 他們也沒發現陸野忠雄日本人所調查的擦痕 所以要回來了幾乎已經放棄了 放棄了 而且那時候在打雷 雲霧很濃 那可能下大雨 所以我們也匆忙從山下走下來 那打雷的時候 我們走到這裡的時候 正好下小雨 所以把這邊淋濕了 所以崔教授走到前面 這邊淋濕的岩石上一看 哎呦 這些剛剛走過去痕跡都出現了 那這就是擦痕啊 擦痕啊 擦痕啊 這個地形上的證據呢 是台灣地質界 他們非常強調的 因為他們過去反對日本學者 所發現的冰河地形 說當時日本人所發現的那些冰河地形 所發現的擦痕 那不是真擦痕 是假的 是別的因素造成的 所以他們認為 沒有發現真的擦痕 那就不是冰河地形 那現在我們現場看到這個 已經確定八九不離石 就是冰河所行塑而成的這個痕跡了 所以基本上 這已經可以做為 駁斥他們的論點 然後支持過去日本學者的主張 一場來得正是時候的小雨 魏陽建夫找到了擦痕的證據 這個看來毫不起眼的擦痕 也因而撥開台灣地理地質界的一個謎團 三年來 楊建夫在雪山頂上 找到了代表冰河地貌的冰砍、擦痕 和玄谷等眾多文獻中未曾記載的冰河證據 為雪山是台灣島的母親 找到了科學上的定位 冰河是地球生命的軌跡 更新式時期 地球發生明顯的氣候變化 氣候寒冷時 由於降雪量增加 形成冰河 這個時期被稱作冰期 當氣候變軟 冰河消退 就叫作建冰期 現在的地球正處於第四季冰期後的建冰期中 雖然地四季大冰期已在一萬年前結束 但是我們現在居住的地球 有一半的地表 能能留有與冰期氣候條件有關的各種地形 現在如果把地球的冰河化成水 那麼除了海水之外 冰河水將佔地球總水量的97.8% 所以有人預測 如果今天南極大陸冰城溶解了 全球海平面會上升60公尺 人們居住的島嶼都將為冰河水所包圍 千萬年來 黑森林的水 源源源不斷地滋潤著雪山上的生命 火水流進西郊灣溪與大甲溪相會 會則雪山下的島民 雪山不僅紀錄了台灣冰河期的軌跡 它更實質上捕育了無數的物種 一如母親 我們好不容易先巡洪到了翠池 翠池是全台灣最高的高山湖泊 那另外一個特點是 它是全台灣可能是唯一的冰斗湖 那湖的周圍很明顯的 那麼有一些小丘 這小丘呢 如果你站上去看的話 它也是一種雞岩的小丘 那雞岩小丘呢 我們在前面也講過 它是一種冰坎的一種特性 所以呢 我們可以判斷 那翠池它就是一種冰斗湖了 那在南湖大山據文獻說 有報道說 有後來的雪崇去找是沒有 所以翠池就可能就是全台灣唯一的一個冰斗湖了 那這翠池它的一個方向呢 剛才我量過 大概是朝北 或者是北偏東個大概二三十度 那這個方向呢 在冬天比較容易積冰雪 那第二個呢就是 我們看後面很多碎石坡 這就是石流坡的一種 它是一種寒冷的氣候下 那麼冰凍氣裂碎裂掉的 那這種碎石坡呢 那它容易儲藏一些水分 加上這個碎石坡的下面 它是一個我們在水源地看到的那種類似的那種順向坡 所以水會順著那個岩層的那個裂性呢 那麼慢慢流到這裡來 所以水源地有水 那這裡當然也會有水了 加上這周圍還有一些冰坎 把它圍繞起來 那所以這變成一個很好的水池 只不過今天冬天太乾燥了 水變成這麼少而已 那這個水呢 那麼基本上它是活水 可能冬天太乾燥 現在水流不出去了 如果夏天水多的時候 它會沿著這個出口流出去 成為大安溪的源頭 海拔3530公尺的翠池 有著豐美的影像 根據專家的推測 這一代的山林 應該是國內碩果僅存 面積最大的一片 玉山原博林 此地的玉山原博 和生長在圈谷 或是林縣上的玉山原博 有很大不同 同一物種在不同環境下 呈現出窘南不同的外觀差異 又一次說明了 物盡天責的不滅定律 台灣沒有人做這方面的研究 那過去日據時代 如也忠雄 他有做過雪山相關的研究 這可其他一年早逝 所以65年來 一直都沒有人做這方面的研究 以至於資料量非常的少 就譬如說這翠池吧 好不容易千辛萬口到這裡來 走一看一攤的水 然後大部分都是碎石頭 對於這採樣工作來講是非常辛苦 因為沒有人做過這方面研究 所以國內的設備、師資 可能沒有辦法在實驗部分指導我 所以這些神器物挖了之後 那我可能還要到大陸去做研究 所以這個在我研究的路途中 感到好像很孤獨 任何的學術研究 就一定會有反對的聲音 那所謂這個學問是越變越明 真理是越變越明 有反對的聲音才能夠更精進 像我台灣做這方面的研究 大陸已經做過太多了 那他們的爭論更厲害 因為這樣的爭論 以至於觸發他們更進一步的研究 或者是提出一些理論 或者是更進一步的這些實驗方式 那我現在等於是說只是在模仿、在學習而已 那如果反對神道的話 對我來講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為了研究 楊建夫三年來 上了無數次雪山 他對雪山的理解 不僅僅在於雪山提供了學術調查的證據 更在於每一次的攀登 都有過於以往的生命經驗 高山冰河研究 在雪山開了花 但理解地球生命的奧秘 需要更多的探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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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大部分都是哪些 除了說這個背東西是你們的專產之外 還有向島 當鄉島 一方面我們也是跟著靶山 就是說也是在鑽城 鄉島 我們了解那個山 人家也會叫我們去哪邊哪邊山 好像我們東部的話 很早就有這樣跋山 我們從開始跋山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睡袋 沒有睡袋的時候 我們就起火這樣 晚上這樣睡的 我們就起火這樣 在火的旁邊這樣子睡 但是我們原住民對火的觀念 比較講究 就是火一定要洗滅 人才能走 水山的傳說也是像大伯這一代 我們以前長輩也是住在這邊 這邊類物好像比較少 這裡好像山羊比較多 好像那個山江這個地方好像比較少 往中部那一代的話比較多 可能這邊以前全部都殺掉了以後 就往到中央山脈 結果我們的祖先就已經固定在中央山脈那裡了 中央山脈那邊的話 動物都很多了 那邊打就有了 那邊生活就可能比較好一點 有人說像這個 這裡雪山附近有住泰雅族人 那有人說泰雅族人是比較常打獵 那你們布隆族人是比較常 上長背東西走山路 那你們自己的看法是怎樣 就是說以前我們長背也是經過這個山嘛 他們覺得說哪邊山比較好 他們都很了解 如果說我們住在這邊的話 他們就好像說他們離開這邊 往哪邊比較好 他們都會講說哪邊比較好 哪邊有可以種什麼吃的東西呢 還有類趣的地方比較有 像這個地方都是好像石壁比較多嘛 都是山羊好像比較多 其他的類物好像比較少 像山江山路比較少 那後來就阿妹族他們就供上來這邊了 我們就集集到中央山脈那邊 南山端那邊 他們是來自東埔的布隆族人 背負重物在高山峭壁間劍步如飛 以高亢的歌聲與山對話 山有它不同的面 它每個面都不一樣 當你從西邊看 東邊看 南邊看 它的感覺都不一樣 所以你對它的情感 在每次來爬山的時候都不一樣 因為它隨著天氣的變化 就是有一股那種 會有一股波動 我爬山已經二十年了 剛開始爬山的時候呢 我基本上在心態上就是 可能跟很多爬白玉的人一樣 我要征服山頭 如果踏上山交點 然後照相向流念 可是經過了二十年來 加上自己研究高山區嘛 我是覺得山是不能征服的 那到山上來不是要征服它 而是要鍛鍊你自己的意志 看看高山上周邊的這些風景 那台灣不是有虎摩沙嗎 事實上當你跑到台灣高山 你發現台灣虎摩沙 真正發生的地點 就是在台灣高山 台灣島民從各個角落登雪山 有人在雪山擷取活水 從中學習運用自然之源的智慧與奮激 有人在雪山探求真相 意圖了解島嶼與地球生命的聯繫 而在雪山與它所涵養的溪流間 有一種魚 因為即將絕種 人們稱它為國寶 官方每年投以極大的經費 延續魚種的生命 但詩人中林 卻描寫櫻花溝鮭 是被軟禁在陸地的魚 在魚種滅絕的悲傷中 動物學家正在做最後的努力 櫻花溝鮭被軟禁在雪山山腳下 沒有去路 而人類是否有一天 也將被大自然軟禁在某個角落 找不到出路 透過楊建夫 我們證明了冰河的確來過台灣 但這個對地球宿命的認識 是否讓我們學到了豁達 探索雪山 讓島民體會 雪山是大地的母親 子民應如是對待 從這部影片裡頭 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了 人跟山的聯繫 談到地球上的生命 首先我們要感謝 就是陽光 陽光它造成了溫度的濕河 還有植物的光合作用等等的 接著要感謝的就是這個水 水走過了很多地方 帶來很多的緣分 所以這些水就積極成一個海 生命就在海的地方形成了 有四十五億年的地球 在形成動物的時候 也是差不多在六七億的時候 然後就一路地由鹼而環 就演化出 然後以後這個生命就走上了陸地 走上了淡水 然後最後演化到我們像這樣子的人 談到我們人類說來實在是非常的年輕 我們才只有十萬年而已 比起其他的物種 我們是小老弟 我們對地球上面的這些大哥大姐們 實在應該多尊重一點 多尊重他們 你們 冰河時期 地球上大量的水凍結成冰河 導致海水大幅下降 台灣和大陸因此連結成一片 許多古生物就是利用這個時期 擴散到台灣 最後發展成台灣特有的物種 地球生命永無止境的演化 就在冰河與建冰河的交替中 淋漓盡致地展現在台灣島生物的多樣性 在雪山祖風的一號圈谷中 玉山元柏利用委屈匍匐的低姿態 降低風雪的青海 鞏固了真葉灌木的勢力範圍 每個人的腦海 而在逝者生存的嚴苛定律下 全谷中的玉山杜鵑 運用演化技巧 為闊葉灌木生得了一席之地 我們現在在玉山杜鵑 各位可能覺得好像是有這個雪花 飄在這個葉子上面 那其實是不是的 那在高山地區很多植物 尤其像玉山杜鵑 它會適應這種 強風以及這個冰雪的這種重壓的生存 它在這個葉子上面 它會覆蓋一層一層這種像毛狀物 細細的毛狀物 遠看一下好像是白雪的樣子 那其實不是 那它最主要就是要適應這樣的環境的生存 那因為有這樣的生存 它能夠在全年春夏秋冬四季呢 都可以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生存跟發展 在眾多的植物像中 苔藓 第一之類的原始露生植物 更是隨處可見 即使在冰雪覆蓋的角落裡 它們也從不放棄生存的權利 在高山的碎石坡環境裡面 那由於受到冰雪滑動的影響 因此呢很多這個土壤或營養物質 沒有辦法在 固存在這個碎石坡上面 因此呢在這種碎石坡環境 比較少看到高大樹木的生長 在這種碎石坡環境 最常看到就像這種石頭上 有些像低等的植物 像是苔藓類 以及第一或是一些 真菌類植物 那這一類都是這樣的現象 都是在台灣的這種高山碎石坡 這種很特殊的植物的現象 這些生命超強的原始陸生植物 是在四億多年前 由藻類演化而來的 而地球上的第一條魚 也大約在這個時期誕生 新的基因 新的物種 無時無刻不再尋找生命的出路 然而在環境的急劇惡化下 更多的物種 正以更快的速度 走向滅絕 櫻花溝文歸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它的劍刺滅絕 暗示著地球生命 正在走向一個 由多樣到少樣的繁艷畫之旅 過去 這種陸鋒的魚種 只出現在日本 韓國 及中國大陸的東北地區 台灣櫻花溝文歸的被發現 無疑是將陸鋒尊魚的國界 向南推進了一步 而這一步 也是生物地理學上 歷史性的一大步 因此 當櫻花溝文歸的數量 隨著環境的惡化 急速減少時 各種保育的行動 紛紛展開 官方也撥出龐大的經費 試圖延續它的生機 可惜 保育的成效十分有限 櫻花溝文歸在這條溪有七家萬溪 那我們希望 有一天不要經過人為的服役 也不要經過人工繁殖 它能夠再自然綿延下去 這個是我們希望 我們也不要多此一舉 但是今天實在是不得已的 因為數量剩下五六百條 環境也沒有改造 那為了維持一定的穩定的族群量 然後做一些人工繁殖的事情 這個是不得已要做的工作 在封閉的實驗室裡 進行複育 容易造成近親繁衍 使遺傳基因同時化 新生命對於環境的適應力 將會更差 這是人工富裕最大的隱憂 用人工繁殖的時候 會造成這個 比如說有時候進行繁殖 所以我們在人工繁殖的時候 已經有稍微注意到了 我們有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就是 把一隻母魚的魚卵 比如說有三百粒的卵 我們用五隻公的魚的精液 來跟它人工繁殖 然後這個魚苗養大以後 放到不同地區 但是現在目前 只有這個七家灣溪 有櫻花過我們過 那我們曾經把這個魚放到世界南溪 那它也連續放了兩年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魚的棋棋環境 越擴越大 擴大以後 它們之間再互相交流的話 就可以使這種所謂的 這種基因的問題 可以減緩一點 由達爾文物盡天責的觀點來看 櫻花過文貴只能算是一種 被判的死刑 卻藉助科技力量苟延長喘的活標本 我們對它所做的一切努力 不過是希望它們的生命 不要在我們的手中滅絕 好為我們過去 所有的惡行惡狀脫罪 野生動物的這種族群 尤其是這種魚類族群 它的數量降低到兩千尾以下的時候 其實已經就可以 算是要絕種了 那這種魚既然這麼少了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用人為的方式 把這個魚恢復起來 我們希望這個魚 不是因為我們在短短的五十年 對這個山地的開墾 造成它在幾萬年的這個時間 馬上就縮減了 馬上就要絕種了 因為它其實在這邊 比我們人類還早來 好幾萬年前 我們人類來了幾個五十年 就要把它消滅掉 這表示我們人過去實在沒有注意到保育的這個工作 也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根據最樂觀與最保守的估計 每天大約有七十四個物種 從地球上面積 這種驚人的速度 徹底的挫敗了傳統那種 單一物種保育的做法 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多樣性整體保育的觀念 提倡生物多樣性變成是 在整個那種提倡保育生物 或是保育環境的過程當中 一個新的那種里程碑 從生物多樣性的觀點來看的話 事實上我們很簡單的 就是我們要保存整個生物的這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從最基本從基因開始 因為構成生命的最主要 或是最基本的那種代理基本就是從基因 從基因到物種 從物種到整個生態系 這是一連串沒辦法去分割的一個關係 在1980年代以前的大家都是 世界各國都是比較關心單一物種的保育 那麼從80年代以後呢 是很多科學家發現了世界上物種大規模的媚覺 比如說非常知名的Ear Version 在台灣有一本書是《繽紛的生命》的作者 那麼它就預估在2050年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物種媚覺 事實上它這樣的估計在得到很多科學家的支持 那麼這樣的媚覺對人類的生成會造成重大危機 那麼因此在80年代之後 大家的保育的觀念就慢慢改了 那麼一直到90年代世界各國都依照生物多樣性公約 來做各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育 那我也是讀了這些書以後 我自己覺得單一物種的保育 這個規模太小了 那麼我們必須重視全面性的物種的保育 以傳統的單一物種保育 是針對一種生物一種生物 我們去努力去挽救它的生成 那麼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主要是可以分三個層次來講 第一個就是物種多樣性的保育 那麼就是要關心是所有的生物的物種 因為每一種生物物種都在自然界扮演它的角色 對人類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要關心所有物種 第二我們要關心這個基因多樣性的保育 一種生物的生成 如果說它的基因都是非常同質化 就是非常相近的話 那麼這樣的話它的產生的後代 就生成能力會降低 所以我們希望基因的這個要多樣 那麼就因此要有多樣性的基因多樣性的保育 另外這個要做生態體系的多樣性保育 那麼所謂生態體系就指的是 比如說一個地區的裡面的很多物種 跟它的環境所組成的一個體系 舉例來說像森林生態系的 濕地生態系的 海洋生態系的 河川生態系 甚至於都市生態系的 農村生態系 這樣我們現在的保育觀念 從傳統的只關心保護區的 比較偏重自然地區的保育 我們偏重所有全面性的各種生態系的保育 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觀念 是一種先驅觀念 而這種觀念是在單一物種保育的 一再挫敗這個痛苦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研究人員發現 只對個別瀕臨絕種的物種進行保育 很難收到效果 必須對生態系進行整體保育才有機會 櫻花溝鮑的例子說明了 拘禁在實驗室裡的人工富裕 只能讓生物勉強活一段時間 一旦放回大自然的環境 物種還是會死亡 現在科學家正在努力還原魚群的棲地 希望將棲地回歸原始面貌 這樣魚群才可以在那個 本該屬於它的環境裡 與它的生物本能奮戰活命 我們很難想像 三十億年有多長 但是地球的生命 至少在三十億年前就開始了 如果我們將三十億年 濃縮成一年來看 那麽人類的文明 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 十一點五十九分過後 所奔發出來的火花 它可以迎爆整個地球 也可以照亮繽紛的生命 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好處實在很多 不但你可以到山上 水邊去享受這個自然的美 那麽以今天來說 一個更重要的功能 是可以維護生物基因的使用 我們都知道現在有個新的產業 叫做生物基因工程 這個生物基因工程 它的前提就是你要有那個基因要很多 變異要很大 那麽台灣呢 因爲地理環境的關係 又山高 緯都的關係 還有呢 是當年的冰河期 很多生物的避難所 所以台灣的生物多樣性呢 特別的高 那另外呢就是要有這個技術 我們台灣人呢 很聰明也很努力 所以呢這個基因工程呢 也已經是 可以說是趕上時代潮流了 很多的國家呢 像北方呢 他們有技術 可是呢基因呢 實在的類別太少了 南方呢有很多的基因呢 可是呢沒有這個 基因工程的技術 所以他們呢 國家之間呢會吵架 而我們呢台灣呢 這兩方呢都有了 所以呢我們在未來的 國際競爭上呢 是有立足之地的 那麽唯一要做的呢 還是就是要維護好漆地 維護好這個生物的多樣性 那我們呢都住在台灣這一個 整個大的生代溪裡頭 要發揮到最極致的地方 要讓所有的生物 所有的棲地 所有的自然景觀呢 都能夠繼續地 永續地傳言下去 在每個人的腦海裡 存在著地平線 會被污染的原野 環環璇在漆上的雀鳥 願在樹林間 緩緩走動 放映著藍天的故事 放映著藍天的故事 遠方旅人的星星 如果有些正常靜 會讓我做的呢 在那邊的藍天的區域 它們的藍天的酒 也不夠了 也不夠了 在那邊的藍天的酒 有了小姐姐,我最喜歡的藍天 在每个人的胸衣 总存在着水平线 违背忽然的海洋 游游在其中的鱼群 穿泊在放过铁外 旁行面过 描绘着碧海的情节 鸳鸯幼稚的叹息 夹带翻滚的浪花 鱼盒唱着岁月的足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